台南地檢署檢察官 偵辦台南市經發局前局長 陳凱林遭到檢舉 經手七股工業區開發案 向相關的業者聲稱 能夠運用職權協助取得 開發案內的部分工程 藉此來收受金錢 以及接受性招待 檢方順布癥結 將陳凱林起訴 來聽台南地檢署發言人的說法 陳信前局長在一百零九年一月 即將就任台南市政府 經發局長之前後 基於職務上之機會 不斷向黃信廠商詐稱 有關工業區開發案 或綠能產業園區等標案 可利用其擔任局長之職權 使得標廠商將土方工程 或將部分工程 轉包給黃信廠商 使黃信廠商限於錯誤 自一百零九年一月 到一百一十年二月間 陸續提供 共計一百八十萬元現金 及提供性招待等服務 共計十四餘萬元 檢方在調查過程發現 陳凱林在當上台南市經發局長之前 就已經開始布局暗示認識的業者 自己可以幫忙喬工程 也因此檢方依貪污 和洗錢防治條例等罪嫌 將陳凱林起訴